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场惊心动魄的全球政治大戏 川普刚当选 世界局势就大变 一句话就是 流氓都老实了 这个国家做出了180度大转弯 让哈马斯马上陷入了困境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会给中东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网络热传 川普发表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强硬的讲话 这番言论将如何改变国际格局 但就在国际风云变换之际 中共国内也发生了一起令人不安的事件 义乌突然展开地毯式搜查 传闻有大人物遇害 甚至有三人丧命 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是幕后黑手 最后 我们将揭示一个会改变中共命运的消息 有人惊呼中共的天塌了 中共国的血脉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打击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1月9号 星期六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惊天动地的新闻背后的真相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通知铃 以确保不错过我们的最新报道 我们也会在节目的最后介绍 今天副频道的重磅节目 川普当选第二天 此国180度大转弯 哈马斯惨了 阿波罗网王赌若报道 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每两天 卡塔尔政府及采取行动 通知境内的哈马斯官员 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卡塔尔 这一消息由OSINT Defender于8日早间发布 并引发广泛关注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赌若介绍 OSINT Defender是一个专注于公开来源情报的知名社交媒体账号 常常发布有关全球安全和地缘政治的重要信息 他通过收集和分析公开的情报资源 为公众和决策者提供实时准确的资讯 因其独立性和迅速性而受到广泛信任 该消息指出 卡塔尔明确表示不再欢迎哈马斯官员 并要求他们立刻做好离境准备 这一举动被视为卡塔尔政府对新一届美国政府立场的回应 也反映出中东局势可能在川普当选后发生变化 川普在竞选过程中强调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强硬立场 此次卡塔尔驱逐哈马斯官员的决定 被解读为对川普当选的一种响应 不少观察人士对这一消息做出评论 有人认为这是对拜登政府在中东推行的缓和政策和妥协外交的直接否定 推特用户Trevor Harnett表示 川普的当选已经开始促使多方采取行动 而另一位用户DNA则认为 这完全是对拜登政府软弱外交的控诉 尤其是在中东问题上的绥靖政策 此外 评论中不乏对川普政府的赞扬 有人将川普称为回到镇上的治安官 也有人呼吁以色列空军做好准备 阻止哈马斯官员呈私人飞机逃往其他地方 川普当选后的影响已开始显现 有人认为 卡塔尔的这一决定预示着中东局势将迎来一轮新的变化 尤其是在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方面 据了解 川普政府有可能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 以切断其对代理人和核计划的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 一些评论者呼吁 如果哈马斯不立即释放人质 川普政府应该对卡塔尔实施制裁 甚至关闭在卡塔尔的空军基地 展现美国的强硬态度 大人物被害 义乌地毯室搜查 传三人丧命 六日 大陆社交媒体传出多段视频 显示官方在伊乌市内部分地区进行地毯式搜查 视频中 一队公安手持盾牌 牵着多条警犬 经过一个疑似高档社区 另一段视频显示 公安大约每隔十米一人 站在大陆边疑似封锁某区域 还有一段视频拍摄于夜晚 显示众多公安和穿着各式制服的人员 一对对的出发 队伍一眼望不到边 至少数百人出现在镜头中 网传截图显示 一名当地网民爆料 伊乌南山区早上三人被害 今天在地毯市搜索 视频传到海外社交平台后 网民纷纷猜测是否大人物遇害 规模挺大 不是普通人 看着区域应该是别墅区 估计是官员 此事具体发生时间不明 部分视频拍摄于晚上或说明事件发生在五日晚间 网络爆料称案发在早上或为五日或更早的时间 新唐人记者搜索大陆抖音平台发现 相关搜索记录包括伊乌11.4杀人事件等 推测南山公园疑似发生命案 但当局已封锁消息 目前不确定6日的地毯市搜查 是否与4日的案件有关 若是同一事件 说明嫌犯尚未被捕 天他了 中共国血脉遭断响炸雷 随着美国持续加大阻止北京人工智能发展的力度 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已经通知中国大陆的芯片设计公司 将从下周一 11月11日起停止为中国客户生产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先进芯片代工商 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 有90%出自台积电之首 美国之音引述金融时报报道称 知情人士的话说 台积电对中国客户表示 公司从下周一起将无法继续为他们生产7纳米或以下的先进制程芯片 其中有两位知情人士还表示 台积电未来若为中国客户生产此类先进人工智能芯片 就必须通过由美国参与的审核批准程序 路透社援引台积电的一份声明说 台积电对市场传言不予置评 台积电是一家守法的公司 我们承诺遵守所有适用规章制度 包括适用的出口管控 路透社称他也向美国商务部发出了置评请求 但是没有得到快速回应 香港南华早报指出 中国大陆客户在台积电今年第三季度营收中的占比为11% 而美国客户的占比却高达71% 美国政府已经禁止向英伟达这样的美国公司向中国提供尖端芯片 并且设立了一套全面的出口管制系统 禁止全球使用美国技术的芯片生产厂商 向中国提供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 引人注目的是台积电推出针对中国公司新的限制措施之时 美国商务部正在调查 为什么台积电生产的核心电路结构 会进入华为升腾910B人工智能芯片之中 中国电讯巨头华为是美国政府重点制裁和技术封锁的对象 金融时报援引华尔街投资银行杰富瑞集团分析人员的话说 美国正在酝酿一条新的规定 禁止芯片厂商生产中国公司设计的人工智能芯片 川普强悍视频流出 美国迄今最强硬信息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9日X平台热传出川普在今年7月的一段视频 7月18日 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川普要求哈马斯在其就职典礼之前归还所有人质 否则就会付出巨大代价 网友评论说 这是美国迄今对于哈马斯突然发动恐怖袭击 并掠走数百名人质发出的最强硬的信息 网友开万55433写道 这才是美国该有的样子 JR认为 这才是美国总统应该有的胆量 网友王先生说 这才是大国领袖的风采 网友聚集微光认为 川普总统的强悍 将是世界和平及人类平安的定海神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如果川普是美国总统 普京就不敢发动战争 川普总统的强悍与拜登的软弱无能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让世界和平 一个导致战乱蔓延 网友星Dragon说 有大国气质 不听话就放手让以色列干 网友Punkson表示 卡塔尔已经叫哈马斯走了 果然还是老川压住牛鬼蛇神 以色列华人教授张平评论说 卡塔尔通知哈马斯头目 咱们这儿山头小了点 让你们几位大爷憋屈了 要不您收拾收拾赶紧滚 老川这还没进白宫呢 流氓们就一个一个学习做好人了 伊朗可千万别怂 不是还说要报复以色列和美国吗 赶紧打 不打是孙子 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何高见 欢迎在评论区 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 今天副频道的重报内容是 今天的新闻特辑将带您深入了解 川普新政府的方方面面 首先 蓬佩奥可能成为新任国防部长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和其他三位内阁人选都被中共制裁 这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 接着 我们将报道川普的乌克兰和平方案 无需割让领土 这个方案会如何改变当前的战争局势 小唐纳德 特朗普正在主导组阁工作 他警告入阁者不要自以为比总统懂得多 筛选标准是什么 最后 我们将探讨马斯克手握川普的上方宝剑后 会如何大杀四方 这位科技巨头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未来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您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您点个赞 想要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按下小铃铛选全部 也欢迎您在干净世界平台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